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Coach Henry 跟大家分享 少少關於Rallying Methods 猜球 當然這個是一個分享 Dedicated to 全部的學生 是有Coaching 找你們的教練 Enjoying your time 教練是很努力幫你 非常開心的 請大家Subscribe to 我的YouTube Channel 和Share 給我的朋友 讓多謝朋友 多謝受益 進步是一定要苦練的 不會說一兩堂就有進步的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混亂 這件事是誤解的 還有這個長期的進步 才會 是 更穩定的 不會那麼容易流失的 有時候 沒有一段時間 沒有辦法因為工作 有些朋友就什麼都忘記了 其實你的Skills學得好 你的Retention就會維持久一點的 我肯定 很多教練都會同意 如果你肯給心機去投入 去學完你的Coach說的話 即是說真的投入 真的用心去學 又肯思考 你的Skills will stay with you 沒有我離開的嘛 那 I'm sure 很多教練都會跟我一樣 感覺都是 給了很多心機 寒水的Students 然後有時候他們就會 可能一間 即是會 give up on themselves 那這個 就引致到 很多教練 其實呢 就 經常都很多人會說 那些教練 懸教 我不是說去懸教 就對了 OK 我沒有那件事情 我知道為什麼 OK 會引致到這件事情 那我都不是賴那些學生的 即是跟大家分享 有一件事的 OK 就不要 miss miss confuse我講的話 即是如果 每一個學生 是真的很給心機去學這件事情 那些教練都會比較困難的 OK 所以 當然 教練一定要有heart 嗯 有些學生說 其實我 我 我興趣來的 我給心機做什麼 我給心機做什麼 我玩而已 興趣班 Well 興趣班都會給心機學的 but anyway 這個分享而已 so if you really want your coach right right just like me I don't care who's on the court 我都會給心機去教他 我出面 我出面很多的 but I'm just saying 如果你真的很想你的 coach 給多一點 你 你就給多一點 給多一點 給多一點的 attention and I'm very grateful that 我們這些學生 但是當然 target audience 都要定多好一點 就不要 只是定一些 recreation right but有些 coach 是想教recreation that's ok but anyways money move on 那 tai ball 之前說了 畏波 手衛也好 racket feed也好 當然是很多的 上次的那個video 都遇不完 but 有少少的 at least sharing 你都知道 其實 怎樣才知道 你自己在進步 那tai ball 當然 pretty much similar but 完全是 一些不同的 你說什麼 Henry 又similar 又different 因為為什麼呢 就算教練給你那個波 ok 也有少少 variation 就算他很精準也好 那個波也有少少不同的 前後左右 高低 you know 那 你會有些什麼 different呢 就是你的眼 你要judge 你要judge 你判斷那個波 你的判斷力 是更加tested challenge的 yeah 那 教練發不同的波 給你 right and 他肯做這件事呢 即是說你在進步 就是他不會 他不會遷就你太緊要 簡單來說 他不會不停去遷就你 或者叫你走近一點 或者 有時候走近一點 都不是一件不好的東西 ok 慢一點 走近一點 有時候是需要的 ok like i said 是一個很困難的東西 什麼時候用什麼 是教練的手法 是希望幫你進步的 right 那我和大家分享就是 one of the things 就是你的judgment 和你的reaction ok right 你反應他的波 快了的 那就進步了 很簡單 是不是 如果 沒有可能 多數不會慢了 ok 你見慣了一些東西 你見熟了 你知道又是這個波 又是這樣 其實repetition through repetition 你會進步的 所以我們經常都有個客話 mileage mileage 你的次數 是不是一樣東西都 放在一個次數那裡呢 有客人問我 well not always but definitely 有次數多 你一定會進步多些 對吧 那 嗯 為什麼就是 那個 measuring 你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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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去那波的讀位 你的spacing會進步了 ok spacing會進步的 那如果你 不停是 late hit 的 或者 不適合位的 right and教練幫你的 and你改到的 你帶得舒服了的 但那波 吃實一點的 準一點的 consistent 一點的 不是power 那 這是一個 indication 你進步了 again 都是consistency and control right 教練幫你猜 他可能會放target 在地上 他可能不放 but 他都會跟你說 一個region 你要打這個位 的 一定會跟你說的 那 那 有些教練會跟你打 一個one to one 或者有些 陪練啊 陪練員啊 培訓師啊 某程度上 我都是一個陪練來的 I'm a very good I'm a good hitter man Hitting partner Hitting partner OK but 這個是重要的 OK 因為 你又可以怎麼說呢 你看到那個hitter怎麼打 對不對 他的手法 你跟那個coach 你怎麼不多不少 都會吸收到他的東西 因為你每次看到 right and you should always look at the opponent's swing before they hit 對不對 你看看他的出手 對 因為這個是幫到你 怎麼判斷那個球的 right 好啦 然後 你那個步法啦 向前啦 向後 左右啊 這個是一定會有的 猜球 就算你同一個位置猜 你也會有的 right now 另外就是有些class 是個student 和student打人 coach去看的 That's good and bad but 我不會comment這裡 每樣東西都有good and bad 對不對 right but 我們只是說些好東西 就是 student和你猜呢 他應該沒有個教練那麼準的 right 所以呢 你要再 判斷呢 reaction呢 是challenge多些的 如果兩位學生打壓不停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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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是挺開心的 是吧 如果你over weeks and weeks 你的progress 你的course 你跟不同的學生 或者同一個學生都猜得好了的 耐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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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失的 那你就進步了 again consistency那裡 是非常重要的 打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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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 其實沒有進步到 你自己可以想一下 again 很多朋友會 week in week out 我見到同一班人 都是猜兩三下 就失的 那你就知道沒有進步 可能會 所以 退步就是 一兩下 就實咯 那 這個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 少少關於 猜的 whether你跟coach猜 或者跟 另一位student猜 那 當你猜得久了 again 都是那個 control 有些coach 會叫你們去 movement 或者你自己 跟朋友打 你都會movement 那你那個footwork那裡 會好好的 如果coach有教你的footwork 對 還有 你的氣 非常重要 就是 你的氣會 熬久了 that means you're improving 還有你每一下子的 ball control 你的racket control 你的手 手 手藝 對 控到那個球回去 等別人打回來給你 你做到 其實呢 會令到事情好 那 例如 我們兩個人猜球 經常都說 不只是一個人的功勞 是兩個人的功勞 所以 例如 教練跟你猜 你進步了 你猜得多了 才失 其實呢 有一個percentage 是教練幫到你做的 當然大部份是你自己做 但 很多時候 教練都幫到你做這件事的 所以兩個人的時間 叫做cooperative 不是competitive OK 大家要明白這件事 當然你可以很開心 說 我進步了很多 全部都是我自己的 那你拿光都OK 但你要明白到 猜球 尤其是reax rally 是兩個人的事情 OK 如果你猜得多 慢速度 你可以控制到那個球 剛剛好 然後打給對方 對 你應該不會是下下下他的腳 對 如果有些朋友下下人腳 他應該猜不到很遠 對 那 這個是 非常重要 那如果你是打match 我們下個影片會分享 有些不同 就是intention OK match是一個scope更加大的 對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 從rallying 開始 甚至feeling 都是很mental 你的心 你的心 會控制 你的身體 整件事 的 如果你有更好的 解釋 整件事 你的進步 會更加多 你不會 overcomplicate 這件事 大家分享一件事 最後一件事 最後一件事 就是 技術對技術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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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技術 heel 你 是 很大的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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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可是 真的 你 你們說我不是我說的,有些說我很噁心,我打得很肉酸 其實,你必須找一個平衡 沒有人的形狀會100%完美的 在一個情況下,是兩個同樣的 一定有些防守、防守進攻 你一定有give and take,做人的,兩邊的 你不可以在一邊的,你不可以全offense 如果你是全offense,那個人不夠你打 不應該做你的球友 跟你猜拳的球友,是應該跟你同樣的 Coach都會同樣的給你 所以你要記住,那個form那裡 一定不用100%的,為什麼呢? 你是會有一個,某程度上的aspect 是要整個球過去,有一個skills 要整個球過去,有一個improvisation 就是你遷就那個球過去,你懂得去隨機應變 那個球不同的,每一次都會 你懂得去把你的basic form 有一點點adjustment 都是遲你的form的,可以叫做變化 或者是variation 就是一個blend of一個technical 跟一個technical 那你的relaxed rally 才會做得好的 有些朋友,我經常見過 可能我們也會有的 你太過過了那個technique 我以前經常都是被人罵醒的 所以,尤其是在比賽中 因為這個grounding 在準備後的分享 就是,當你踩球的時候 你記住,不要緊要 有時候有些球呢 你先整個過去 keep the rally going first you don't have to be perfect but if the shots are always in and consistent 那就是perfect 因為你打了30板的rally 或者50板的rally 或者100板的rally 那就是perfect 那如果你要 哇 一兩下的球不是很perfect just do better on the next shot it's ok the rally goes on 好像life goes on 是不是 所以打球呢 跟做人一樣的 you know sometimes you know we're going to be perfect but life goes on you keep moving keep going on for the next shot the next opportunity 好嗎 好,希望今天的分享 少少的sharing 大家多明白關於 progress 怎樣知道自己進步了 and怎樣去看這件事 and so it's very important to find coach 無論是我 或者外面的coach 一個有心的coach 和有experience的coach it's not easy to find so make sure you appreciate 你的coach yeah yeah usually a busy coach is a good coach 外面有很多 都很busy的 那 make sure 你們 努力去投入你學的東西 才會獲得最大的result 要思考 and communicate with your coach and more importantly 去understand這件事 你understand這件事 你的action會不同些 一定是不never take action 就是完全不understand這件事 and that's kind of unfortunate 應該這麼說 我不說錯的 unfortunate yeah so um the rewards that you get from co-progress is priceless so don't just look at price only very important 思考一下這件事 the reward that you get from你做每件事 helps you for the next stage and that is priceless 好嗎 好 thank you and 始終和大家聊 下一個分享就是 講過match那裡了 and the scope更加大 but mental is the key to success 好嗎 再講 thank you bye bye